陆元,杭州宝处塔实验学校的一名初二学生,此前他通过自己学习的编程知识制作了一个发明,这个戴在脖子上的项圈能人脸识别,并通过语音提示这是谁来帮助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大外婆认人,因此在网络走红。 近日,陆元在学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陆元和大多数中学男生一样,活泼纯真,喜欢数学和科学,平日里喜欢打游戏,做小发明。 对于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情感的他来说,之前的发明是对大外婆理工男士的表白。 采访过程中,陆元谈到自己大外婆时都会收起笑容,他告诉记者,有时候自己前一秒刚见过大外婆,后一秒他就记不得了。 他把发明给大外婆使用以后,大外婆很开心。 陆元告诉记者,自己在小学时候被调剂到编程社团,后来慢慢喜欢上了编程和发明,家里也一直给予他支持。 其实,类似的发明在学校社团, 还有很多,陆元的老师林颖对陆元的发明谈到了关怀和创造二词。 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名称叫关怀创造, 就是我们实际上会觉得技术是为人服务的, 然后技术是为我们的情感服务的, 因为我们带孩子们在课堂上可能更多的去引导孩子们去观察身边的事物, 然后用那个同理性,站在同理性的角度去观察周围的人事物, 然后能够就是找到一些痛点, 然后能够用技术来服务于我们, 然后让技术来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在采访最后,陆元坦言, 这次意外的走红也让身边的人对他提高了期待, 接下来,他的目标是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 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名IT工程师。